你们是相当于是你去考异校的时候 他才六岁 我比他大三岁 大三岁 我比他大三岁 我们俩同年 不 我们 同月同日的生日 我们俩是5月11号 511 我这是我绝对没想到 对 打死你都想不到 因为你我是真没想到 周群我是想到了 但是我想周群怎么也不可能说 第一个你说我就抓就能抓到周群 因为我会我会这么想 就是这些人得有 就是在我的想象当中 他得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大家一看得认识这个人 你得想 对 那我只能找周群啊 对 互相之间也有渊源 有影响力的不就是这几个人吗 你说的特别对 其实我 你把赵川周围的朋友全得罪了 没关系 我只认识周群 赵川是银川出生的意思吗 不是 四川 四川 那你是银川出生的 是重庆 你们都是从外地过来的 对 然后都是直边 他父母 他爸爸是中系 然后妈妈是空正歌舞团的 我跟你讲 他爸爸妈妈 那真是在我们那个宁夏 他爸爸是金剧团 妈妈是歌舞团 那真的是颜值 人体担当 真的漂亮 对 那就跟我一样 就不是靠嘴 是靠脸 好像有点差距了 孩子的房间可以什么都不挂 但是一定不能少了四张这样的地图 他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打开孩子看世界的双眼 他就是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 当然还少不了另外两张儿童知识地图 中国地图 加深孩子对国家各个地区风土人情和人文特征的了解 世界地图呢 让孩子足不出户就能看到非洲的金字塔 澳洲的代数 南极洲的企鹅 超多的新奇事物 知识地图让孩子对世界的地理历史发展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都能增加孩子的知识面 孩子一眼就能记住 地理学好了 语文历史的成绩自然也都上来了 语文历史的做法 提供自然的开心